好,那我們去到 Use of Accounting Ratio 之前我們都學了不同Ratio的計算方法 包括Profitability Ratio、Liquidity Ratio、Management Efficiency Ratio 以及Sovency Ratio 現在我們就說,其實我們會計算 也知道大概Ratio,其實那些Ratio想測試些什麼 但是,為什麼要用Ratio呢? 其實我好好的不去計算一下 就這樣看兩個Figures比較都可以 為什麼用Ratio呢? 主要其實Ratio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除掉那個... Company Size Company它的大小 那你說,為什麼除掉大小呢? 其實不需要啦 其實我們想做一些比較的時候 其實通常它們做的比較都會是一個... Same的... Industry 那大家呢,其實都可能都是Same industry 不過呢,有時候可能因為那個... Company Size 的問題呢,我們就很難去看到那個之間的比較 那... 所以變成了呢,我們呢,就會去用Ratio去幫... 剪除了Company Size 的Factors 那... 從而令到你的比較會容易去做一些的 那所以呢,我們呢,就會透過Ratio去看這件事 那...當然啦,你會說... 那其實是不是一定... 就是跟別人比較,我跟自己比較嗎? 那有的,第一個部分呢,我們就是說... Compare 它的Historical Value 那就是說呢,其實呢,你是跟... 自己的... Past Year 的... Records 其實是去比較的,是不是? 就是說,我去年和今年比,或者去年... 就是今年和再前幾年比 那通常我們做Ratio的比較呢,都會傾向呢... 是一個... Trend來的,OK? 那個... 趨勢 那我們呢,就不會單單看兩年 那因為這樣看,其實就不是這樣... 嗯... 那我們最好看那個Trend Trend 可能呢,去... 看三至五年呢,那就比較... 適合一點啦 就是如果是真的Practical Use 那當然你看DSE不會啦,是不是? 我沒有理由給那麼多個年份的數據呢 那如果你說是純粹用Technical考試的DSE呢 通常其實... 那些... 計算可能都是... 比... 今年... 就是... 比大概兩年的Data來呢 那就算的啦,OK? 那好了,我們呢,講完這個... Historical Cost之後呢... Sorry,Historical Value Historical Value 那第二個部分呢,我們會看的呢 就是會看回... 啊,比較是不是... 只是跟自己比呢? 那Historical Value就是跟自己比啦 那如果不是的,可能呢,就會第二個部分呢 就會跟... 一些... Mail Managed,就叫做Comparable Firms比 那就是說... 其實就是可能你主要的競爭對手啦 那競爭對手... 那譬如舉個例子,可能... 有Similar的Industry,或者同一個Industry的 那可能... 譬如說我們在一些... Supermarket,那可能葵康,或者八街那樣 那... 又或者比較簡單一些,可能兩間... 做同類型食物的餐館那樣 這個都可以是的 那... Depend on my case,每一次都不同 那... 那... 所以這個呢,就可以幫到你啦 那當然其實... 那... 我們說做Racial Analysis,有很多的尺寸 那所以... 那兩間... 嗯... 同類型的公司,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的... 比較,那這個是一個好處來的 那... 那做到最後一個部分就是Industry Average 那... 那... 我們說呢,都可以從Industry Average去比的 那就是說... 那將整個行業裡面,我們大部分... 一些... 知道的Firm的一些數據,我們拿一個Average 然後跟... 嗯... 你自己的Data去比較 那那些是Out-Perform,還是Under-Perform呢? 那... 可以大概知道你的公司在整個Market裡面的Position是怎樣的 那... 所以我們說呢,如果你要講Use of Accounting Ratio 其實主要我們說... 做個比較的時候,就會由三個的向度去比 第一個,跟自己比啦 自己的意思是從Past Data去比 第二個,跟你的Main Comparator去比 第三個呢,跟Industry Average去比的,OK? OK før而 발� military會的福牛 也可以... 2 naval 4 wwww 4